好,各位同学好,这一段是补充上课最后练习中有关管道运算子的一个示范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电子书最后这个范例 它是示范的如何用管道运算子 把这个单元前面的几个演练所提到的函式的功能给串接起来 然后我们透过这一段演练来了解管道运算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程式设计的技巧 好,我们就直接来执行看看又把看看Pipe Summary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Pipe Summary它算是一个我们经常见到的统计报表 像这里它的统计结果是根据每一个收入在这个资料库的英文 我们的美国新生儿姓名依照年代然后去计算 每个年代有这个名字的新生儿 在这个年代中的平均是有多少人 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现在要来看看程式码的细节 其实这些程式码如果我们先不要去看这些管道运算子 我们会发现每个函式其实都是在前面的演练中有出现过的 所以其实管道运算子它的功用其实就是说 把排在前面的韩式的运作结果呢 传给下一个韩式去处理 所以它有点 你们可以想象它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大队接力的比赛 比赛这样就是一个接一个完成这个比赛 因此呢如果要了解管道运算子怎么运作 大家可以用之前我所介绍的运用注解符号的方式 先关闭部分韩式 比较后面的韩式 那我们就只要就先看第一个出来的这个程式码 这个Mutator它所制作是不是真的就 就只是把原来的BabyNAS的资料库 再增加一个新变相 我们只要做执行一次 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它的预览的结果 以及看一下这在Environmental里面 关于这个物件的一些细节 我们现在做第一次测试 我们会看到它真的就是把BabyNAS再增加一个 在前面的演练中所谈到的年代的计算结果 而这里也很轻 它也很单纯就是比原来BabyNAS加了一个这个变相 那这变相就是代表是 这笔资料是属于哪一个年代的 那接着下一个 我们接着就打开第一个管道运算子 以及下一个FILT的变数 那这个FILT我们都我们在是练习三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是把这一个 这个BabyNAS里面我们只要过滤出是叫这些名字的女性的新生儿 那所以呢就只要执行 我们会发现它就是从原来的上百万笔就缩减到只有515个资料 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只留下了这符合这四个名字的资料 那再来这一个呢 第三个 我们再把第二个管道运算子打开 并且执行第三个group by的函 执行到第三个group by的函式 好这里就执行起来 我们会发现好像跟刚刚FILT是差不多 但是如果从物件这边看 我们会发现它多了这些attribution的资讯 那这些attribution的资讯是可以让我们 把这个计算结果交棒给Summarize 就可以进行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一些描述统计的工作 那在这里来说就是要根据我们所选的这些名字 然后去计算每个年代的新生额的平均的人数 那这就是我们从在演练一开始所执行的一个 所执行到有足形所看到的一个结果 好所以就是在这段演练呢 这个pipe运算子的一些技巧 在之后会特别有两个单元会来一起做探讨 那它是在Site Teacher R的系列 甚至是我自己的真正的研究经验里 它是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技巧 那值得大家来好好的去学习它 那么这一次就请大家就是按照我这里示范的方式 你自己多测试几次 甚至你自己也可以去改变一下里面 每个韩式里面的参数的内容 来看看这个管道运算子的测试结果 然后在作业中和我来分享你的心得 感谢观看